在刚刚过去的周日下午,一场大火席卷了罗纳河口省的威特洛尔地区,然后摧毁了30公顷土地,直到入夜,火势才被控制住。 在这场大火中,大约有500户房屋遭到破坏。 据悉,火灾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周日下午1点半左右,大约有100台机械设备被动员起来控制火势,并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员疏散活动。 罗纳河口省的消防员账户发推特表示,目前火势已得到了控制,会有200名消防员继续员。